在云端上也有在第三页的地方 在这里有 所以删除 有没有 这个范围clear contents 就是你要放资料之前 先把旧的资料先删掉 然后再做什么 k等于5的话 意思说我先丢到k 就是第五列的地方 然后逐一逐一的去比对 比对的话就写成这样子 如果比对到的话 就把这四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call到 一个罗布尔坑的call到哪里 k k的话基本上因为从第 第几列呢 从第五列开始 把它往下放 ok 所以找到几个就放几个 然后记得后面一定要k等于k加1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k等于k加1这个写法 在蛮多地方都可以派在上用场 从上个礼 上上礼拜我们讲到了 好几个发地都列试 所以还蛮好用的 也不复杂 好可是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改写 像我同意说 老师如果说将来呢 我是一个范围 而且不只是四个储存格 可能一堆储存格 那如果一堆储存格 不是要写 假设我有10栏 20栏的话 那不是写成10行20行 所以我们会比较简便一点的方法 其实这边可以哦 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 整个范围call过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写法是找到之后 比如二班找到这个 二班就把一个先call过来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总要call四次 那其实如果你用range的话 只要写一次就好 那range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call到这边来就好了 那call到这边来的话 就是这个range 点copy 告诉它开头的位置就好了 不用告诉它全部 你刚刚讲说 你帮我call到G5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以刚刚这一个地方 如果要做修改的话 这四行有没有 我可以先把它注解好了 我先不要删掉 所以使程式变为注解 然后底下的话 写的方法就这样 但如果你刚开始不太会写 你就是模拟一下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这个范围call到这里好了 那怎么写 特别说你可以写这样 range 括弧 我要把什么呢 B2到BCDE12的这个范围 有没有 点后面加一个copy copy意思是这个范围要call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 跟他讲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用全部 只要跟他讲说 他的开头起始 储存歌就可以了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range的这个G5的位置 好 这样就写完 但问题来了 一样会有两个地方要修改 什么地方 因为未来如果你这样call的话 他永远都是call这个人 都是第二列不对啊 我们应该什么 2应该要把它改成i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5的话把它改成k 所以哦 特别是怎么放在里面 一样的方法 2 选起来 双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这个前面写过了 这样子 空格 那这个2的话 因为他已经在最右边了 所以不需要串两边哦 直接把这个删掉 在后面 and就好 and i就可以了 因为他已经在最右边了 右边已经没有自串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需要 再像刚刚这样串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都问一下问题 这个可能要体会一下 and i哦 就是直接把它串在最右边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5的话 你要把它变k 那一样哦 因为他已经在最右边 所以你就空一格 and k就可以了 好 程式就写完了 意思就是说呢 一次怎么样 可以把整个范围的资料call过去 而且不只是只能call同一列哦 你只要是连续的范围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call哦 所以将来这个 给copy的方法哦 未来你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比如说你要把 很多资料 在不同工作表里面 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点copy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哦 非常的快速 而且简单哦 所以大量合并工作表资料的话 这一招其实就戳出去啊怎么写啊 我想这个未来 我会在那个进阶的课程里面会特别提到这部分哦 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哦 那我们来试一下基本上这样就OK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OK的一班 这样也OK了 有没有 二班 没有问题 三班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程式变短 因为只有一行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未来你要复制的范围很大的话 那它的效率绝对会比单一个Sales一个Sales 慢慢call快太多了 不过前提是哦 如果你的储存的数量多的话 你如果用Sales它是一个一个慢慢call哦 会变成因为lag很厉害 但如果用range的话 啪一下就过去了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提供个参考一下 那我有把那个写的方法哦 放在云端这边哦 所以最后做完的结果 在这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了 方法二也提供了各位参考哦 你可以在这个range里面不是放置串 而是放Sales 有没有 哪一个Sales到哪一个Sales 可不可以啦 只是说哪个方法简单 就哪个方法吧哦 这个我想主要还是你的习惯 哪个方法写的出来不要出错 都是好方法 OK哦 好 第一个部分呢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我们刚刚讲的 哎 那老师我按了它 我不希望按下去啊 我希望怎么样 直接就帮我触发了 选了自动就按了 有没有方法 有 可是要怎么做哦 一 请你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里面 那这个工作表特别重要 这个工作表是哪个工作表 我这个工作表名称呢 叫做VBA 你们的名称找一下 那它这个物件哦 基本上就对应到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工作表1 瓜胡VBA 这个VBA实际上就是个名称 首先的话 你要找到这个工作表的物件在哪里 点两下 再来的话呢 找到这个工作表叫Worksheets 工作表物件 接下来的话 特别重要 请你把这个事件改成Change 特别重要 这个有点像事件驱动 就是我们之前会驱动 是按了按钮之后它才做嘛 可是现在呢 必须改成另外一个驱动 什么驱动呢 就是当这个工作表的里面储存格 有其中一个储存格被改变的话 那我就做那件事情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Change 所以请各位把Worksheets 改后面哦 特别要先点这边一下 改Worksheets 然后后面加一个Change 那这个SelectionChange 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不用 好 再来的话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写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它如果储存格里面 任何一个储存格有改变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它怎么告诉你 透过这个Target的告诉你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 if 什么呢 Target这个地方 这个Target 假如说呢 变动的那个储存格 Target 后面加一个.address 如果等于什么呢 H2的话 这个address 它必须是用绝对的坐标 所以记得H跟2 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工作标里面 是变动的储存格 是H2的话 有没有 这个我们H2的话 后面加一个end if 所以它会透过Target的address 告诉你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就做什么 直接是什么 呼叫这个班级的程序 怎么呼叫它 很简单 搭一个什么 call 后面空一个 加一个班级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如果H2变动的话 那我就去按下 对类似按下按钮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按按钮 而是呼叫 刚刚写那个Sup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多按按钮 也可以去执行我们用的动作 所以特别是要 我们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所以E 如果你要做 如果不按按钮 它也可以自动执行的话 那你就必须把那个事件驱动 E先改成什么呢 你记得是这个名称 里面改成Change 然后呢 当这个target address 如果是H2的话 那就call班级 好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个OK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把这边把它删掉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现在把它改成三班 它是H2有Change 有没有 这个时候就call班级了 再把改成二班 有没有 就改了 一班 一班就改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未来 假如说 你刚好有个下拉清单 或什么的吧 然后你希望它变动之后 就自动去呼叫另外一支城市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在这边 Worksheet Change 画面 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讲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如何把 刚刚的 程式 改为用 Range 点Copy 整个范围 Copy 第二个的话 就是事件驱动 改为 工作表 里面如果有改变的话 就自动 而且还是确定是H2 那个储存盒改变的话 那就自动帮我呼叫 那个什么 这个班级的这个Sub 帮我做执行 大概这两个重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一期课 其实很快就到尾声了 那当然了 虽然是最后一次上课 不过我们 网路上面 云端上面的资源 其实都还是会在 但我建议各位回去 还是要先备份 因为我不敢保证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 不会永久在 可能过一阵子 还是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第一件事情 回去也许你就先 把云端 如果你这东西上面 还要用到的话 我建议你把它下载 并且复制 一份到你的云端上面 这样比较保险 以后你就到自己的云端上面 去找就OK了 那YouTube上面的影片 其实也还是会在 可是 会存在多久 我也不敢保证 所以如果当然你要 备份的话 好像有一些工具可以备份 如果理论上这一段时间 回去还是多花一点时间 再把前面几次的课程 一起做个重点式的回顾 然后建议就是说 还是要多多的实作 因为程式最重要的是你要做过 而且是你要自己把 这个程式 从头到尾写完 而且没有错误 即便有错误 你要找到错误 然后修正那个错误 这个东西最后才是你的 然后尽量可以找一些类似的案例 工作上如果有遇到的话 可以试试看 当然如果未来假设你花了很多时间 你还是没办法解决那个问题的话 前提是你有努力过 你不要说 像有些同学直接把他的工作寄给我 当然就不是很OK了 也就是你有努力 最后如果说你现在做没关系 你可以把你那个档案整理一下 记得就是整理小小的 你就是重点的那个 你不要寄一大堆资料给我 我光看到你很熟的东西 我不一定熟了 我还要去找 你就把需要栏位挑出来 然后你说老师可以帮我 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我一看 我知道 我就马上帮你写一写 也许就回答你 这样OK的 所以不用怕写不出来 最怕就是说你不要去 当然前提是 一定要记得利用这些东西 真的可以让你的工作效率 我想不止倍增 可能有时候甚至百倍 都觉得没问题的 尤其是未来的 这个资料量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未来的职场大数据分析 基本上不可能再用人工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话 未来在职场上应该还蛮难顿的 OK 那我们这一期课我想就先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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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